好!不知道大家對糖果有什麼樣的印象 對糖果這個東西現在是比較少會去吃到 除非是冬天的時候偶爾吃 因為我會覺得說像現在這種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吃起來之後總是會感覺到嘴巴有點黏黏的 我記得去日本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天氣比較冷一點 氣溫大概都五六度而已 那個時候就剛好看到一些日本的糖果覺得蠻新鮮的 然後我們就在路上買了之後就拆開來就是現場試吃這樣 那日本糖果有一個特色 蠻多種那種特別的糖果都是小小包的 但是單價來說的話都比台灣的那種小包糖果還要來的貴一點 但是不知道裡面的品質有沒有差啦 會不會說他們用的是真正的果子 然後啊就最近我們都在玩這個switch的這個遊戲啊 然後今天晚上在那個賣場的時候啊 本來是要買牛奶就在看冰櫃 看一看看一看就看到 後面怎麼看到一個很熟悉的這個電動裡面的角色 然後一看哇原來是七彈大作戰 對沒有錯 因為今天我要來開箱試吃的就是啊 這個七彈大作戰的軟糖 那其實這個軟糖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個包裝啊 他是這個做成這個魷魚的這個樣子 旁邊有這個男女主角 那他有寫到這個七彈大作戰的這個英文名字 可是他沒有邪惡 而且這個角色看起來好像也是一代的 所以代表這個軟糖可能他已經在日本其實有出過一段時間這樣 那他小小包的 裡面的話他是有橘子跟哈密瓜的口味 然後他是蘇打軟糖 所以吃起來不知道會不會有點像汽水糖的感覺 就有一點點氣泡感的感覺吧 這個也是日本來的 這樣子一包啊 其實我在這個賣場買的時候 這一包是45塊錢 算不便宜哦 因為他其實蠻小包的 那現在我就要來試吃看看他的口味如何囉 接下來我就要來試吃看看 結果大家看一下 現在他的樣子是長這樣子的 接下來我就要來先試吃這個綠色的 應該是哈密瓜的口味吧 他這個其實我吃起來啊 不像一般的軟糖 就是會比較軟爛的感覺 真的用牙齒去咬的話 會比較容易有那種化開 就直接斷掉的感覺 還有點他的咬起來的感覺 比較有一點嚼勁的感覺 就是比較特別的Q 比較紮實 然後吃起來的話 那個哈密瓜的口味還蠻重的 至於蘇打的味道嘛 有一點點 就有點像那種 以前在吃那種一塊錢 那種沙士糖有沒有 那種口味 好像把它跟哈密瓜混在一起的感覺 吃起來就像是這種味道 那接下來我再來試一下 這個橘色的這一顆 這個是橘子口味 橘子口味嘛 吃起來就有點像芬達 橘子汽水的那個芬達有沒有 然後它的橘子口味的這個軟糖 吃起來就像那種感覺 那一樣 就是這個牌子的這個軟糖啊 其實它的嚼勁嚼起來都是比較紮實 比較有口感一點的 我會像一般的那種 就像乎乎乎軟糖那種 咬下去就非常軟 馬上就被牙齒一刀兩斷 它比較不會像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時間環境 所以我都用牙齒把它搖一搖 然後去感受那個味道 再把它吞下去 味道還不錯 算還蠻好吃的一個軟糖 你以為這樣子就結束嗎 絕對不是 因為今天我在看到這一包 這個七蛋大作戰的時候啊 同樣它旁邊的另外一包 也去吸引到了我的目光 那這一包的話是 任天堂的當家花旦 相信大家都有玩過 超級瑪莉歐這款遊戲 接下來要開的這一包啊 絕對更棒 因為它的軟糖的造型 就是我們瑪莉歐兄弟的頭 的那個大頭的圖樣 所以會更加可愛 接下來這一包是瑪莉歐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啊 這地方的話 它是把瑪莉歐兄弟的這個 應該是瑪莉歐啊 把它的頭做成軟糖的造型 這一包的話口味是不一樣的 那它的封面也是非常的可愛 就是超級瑪莉歐兄弟這樣子 非常的可愛 然後後面還有碧雞公主 跟這個蒙古人叫什麼名字啊 其實我都有點忘了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鬼怪啊 然後烏龜啊 藥西啊 鹿藝啊 都在上面 後面的話 它這個有寫到它的口味 這一包的話 口味是可樂 汽水軟糖 所以接下來我們一樣來 試吃看看這一包的口味 可以看看如何囉 好那首先我先來試吃 這個可樂口味的吧 其實味道蠻重的 我這樣拿起來的話 有沒有 稍微靠近一點點 聞的時候 就已經有聞到那個可樂的味道 應該跟那個可樂的那個硬硬的 有沒有 台灣就是常常過年人家在買的 那個一塊錢的那種可樂湯 味道蠻香的 我現在就來吃吃看 其實我這樣吃起來啊 可樂的這個味道算是蠻棒的 但是有可樂的味道就是 可是那個這一包因為它沒有寫到有蘇打的這個味道 所以它可能就沒有那種油氣的味道 它就單純就是很像可樂的香料軟湯 因為是同的牌子的 所以他們的嚼勁一樣非常的紮實 有口感 那接下來裡面還有另外一種顏色 我就再來試試看 不知道這個怎麼做的這樣子 它沒有那個頭樣的 這顆應該是失敗品 非常的失敗 它就圓圓的一個洞而已 我一樣來試試看看 汽水的口味我是覺得比較吃不出來 就感覺就甜甜的是湯果這樣子而已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所以如果這兩包讓我來比較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哪一包的口味呢 答案是這一包 因為我覺得它的哈密瓜跟橘子的口味比較重一點 就相對來說比可樂跟汽水 汽水是真的感覺比較淡一點的口味 就很像一般的糖果這樣子的感覺而已 沒有像有特別的口味的感覺 可樂的部分的話是有點淡淡的可樂味 但是也沒有到非常的重 相較之下呢 這一包這個水果口味的這一包 哈密瓜跟橘子的 就味道來說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包來說是比較好吃一點的 最後啊 這個軟糖最好玩的就是說 像小時候我們最喜歡買那種 像那種軟軟的那種可樂糖 然後就把它試試看來讓好多種顏色 有沒有一起丟進嘴巴裡面去嚼 小時候覺得這樣子感覺有一種 那種滿足的快感 所以今天我決定了 讓這個瑪莉歐跟這個魷魚啊 就是雞蛋大多酸 在我的嘴巴mix一下好了 所以我現在要來試吃一下 把四個口味混在一起的感覺 看是會怎麼樣 四顆 現在我要把四顆一起吃下去 好我吃完了 其實這樣四顆下去啊 跟以前小時候那種很懷念的感覺 非常的像 就是啊 那種當你舌尖上遇到這四種口味的糖果的時候 混在一起啊 他們就變成一團糖果的味道 對沒錯 就是糖果的味道 因為真的已經分不清楚 到底哪邊是哈密瓜跟橘子 哪邊是汽水跟可樂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子浪費食物 我們還是一樣一個口味一個口味 慢慢去品嘗它的味道 剛才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啊 這包瑪莉歐的其實 它裡面的糖果 並不是只有瑪莉歐的這個頭的圖案 它還有這個問號金幣 還有蘑菇跟星星的這些圖案 所以它有非常多種 它的圖案跟另外一包比起來 是相較之下是比較多變化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裡面的感覺 那如果有喜歡吃這個糖果的啊 或者你對七蛋大作戰跟瑪莉歐兄弟有興趣的人啊 也可以不妨去超市買來吃吃看 口味算是還不錯啦 算是還能夠接受的感覺 只是說單價來說稍微有點高一點 但是它的趣味性跟它的這個商品的圖樣授權 應該是非常的值回票價 然後也值得贏一次 如果你有發現什麼新的東西啊 比較特別的也希望我去開箱或去試吃的話 也可以告訴我就是我會去把這個東西盡量把它找出來 然後拍成影片分享給大家看這樣子 好去玩一下這個Switch裡面的遊戲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也不要忘記幫我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順便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見 Bye